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7名女性的裸照以及视频被公开 其中涉及的借贷平台 借贷宝回应 已经将22岁及以下的所有用户的借贷权限全部封禁 但是这个举动能让裸奔与网络的裸条借贷消失吗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裸条是什么 都包括些什么内容 前不久 一个名为Stupid Girl的实际压缩包突然现身网络 有网友无意间打开发现 里面包含大量女性手持身份证的裸照以及不雅视频 更让人吃惊的是 绝大多数都是在校大学生 当时看到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震惊的 因为借钱的其实主要是在校学生 除了照片和视频之外 文件中还包含女大学生的资料 手机号 以及亲友的联系方式等信息 从部分聊天记录截图可以看出 裸持身份证拍摄的女学生需要按照放款人的要求 以裸照为抵押 拿身份换借款 本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向借款2600元 一个星期后归还 借款日期2016年3月27号 还款日期2016年4月2号 余期后果我自己负责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 甚至有的借款人因欠款逾期 而不得不选择所谓的肉肠 也就是在放贷者的安排下 与陌生男子发生性关系 落条泄露于网络 已并非首次 与半年前网络上公开售卖的64张裸条照片相比 此次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在局限于裸照上面 而是有了更加多的不堪入目的 借款人赤裸自拍的视频 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裸条的协议突然是通过聊天工具实现的 但是其最终的交易大多发生在一个 以熟人借贷著称的借贷宝平台上 好 我来介绍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就是调查记者周志敏 也是我的同事 另外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黄涛 黄教授欢迎你 你好 欢迎二位 志敏刚才我看到整个短片 其实你参与的程度是很深的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调查和采访 那么整个的采访过程大概是怎样的 你了解下来 其实从今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有这样一个裸条的照片 在网络上开始传播 只不过上一次的时候是64张的裸照 然后它是在网上公开售卖的20块钱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些裸照里面 有一些是女性的借款人 有一些是男性的借款人 他们基本上里面的内容都是手持着 就是借款人是裸体 然后手持自己的身份证 然后进行拍照 那么这次暴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可能是量更大了 而且在内容上来说 也是比之前就是更进一步 不仅包括着这些借款人的一些裸体的视频 还包括一些不堪入目的 可以说就是自卫的视频 甚至还有一些肉肠的视频 我相信 其实你在介入这个选题的时候 可能也是蛮触目惊心的 越了解深入之后 才会知道这里面是层层的内幕 可能对于很多这种网络用户来讲 可能点开只是看到了一个一个年轻的这种面孔 或者是裸露的这个身体 但是最后最终这个裸带是怎样产生的 大家并不是很了解 你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流程是怎样的 其实在这个现在因为有一种叫校园带 那么在这个校园里面 有部分大学生 他们确实有这样一个消费的需求 所以说这些大学生 他们又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在借款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处于弱势的 那么如果说一旦有身边的一个人 做这样的业务就会流传开来 比如说你直接去QQ上去搜一些借贷 这样的关键词 就会找到很多相关的这样的借贷群 那么你一旦进入到这样的群里面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上来问你需不需要钱 需要多少 那么如果说你提出自己 如果需要钱的话 他就会主动加你为好友 然后问你可以提供哪些东西 他还会让你拍裸照 那么他还会告诉你 究竟需要拍哪些关键性的信息 比如说你要提供个人的姓名身份证 然后学籍 然后还有自己的学生证 还有就是辅导员 父亲母亲 还有家庭住址 这些信息都要提供上去 除了这些之外 就还有是裸照 还有就是裸体视频这些 然后基本上他们最后 虽然说这些聊天的内容 就是这个裸条的协议是 在个聊天的工具上来进行的 但是最后他们这个交易 一般都会选择在借贷保平台上 我想问一下这个黄教授 您是法律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我们怎样来定义 就是裸带这种行为呢 裸带它首先是一个 它的一个发生的基础 是它是一个民间借贷 只不过是它是出借人 借款人是把自己的裸照 或者其他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隐私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来作为所谓的抵押 或者说担保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借款的 这样的一种交易 那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抵押 或者担保方式是不存在的 它也是与我国现行法律相违背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 民间借贷的这样的一种 交易的模式 它肯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而且如果出借 资金的出借人 如果拿这些所谓的裸照 去进行散播 来进行散布 或者说像发给借款人 周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是显然是涉嫌了 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治安违法 或者说是刑事犯罪了 像借贷宝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也是一个P2P的平台 对吧 是属于民间的 这样一个借贷的平台 我想知道的是 就这种运营的方式 是从其他的运营方式 拷贝过来的 还是自己原创的 据我所知 借贷宝 它的一个P2P的运营方式 也就是他所宣称的 这样的一种熟人 借贷的这样的运营模式 是他自己的一种原创的模式 我想请周志敏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借款的女生 还有包括贷方和借房 和这个借贷宝之间 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我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上面 借一定的资金 其实就是我作为 就现在我这种情况吧 如果说我去借贷宝上 直接先注册一下 我提供我的姓名身份证 然后再提供一张我的银行卡 然后再经过一个那种 面部的扫描 然后我就可以注册成为 借贷宝的一个用户 但是我在注册的同时 他会申请 然后扫描我的通讯录 那么也就是说 我注册上之后 如果说在借贷宝的用户里面 有我通讯录里面的 其他人的话 那么我在借贷宝上面 就会有好友 也就是说 如果说有我通讯录里面的人 那么我们要加成好友之后 才可以互相借钱 或者是贷款 那么像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借款跟贷款的人 本来借贷宝 他是做这样一个熟人之间的借贷 这也是借贷宝一直在强调的 不守不待嘛 所以说 但是现在很多人实际上进行的就是 我们两个本来可能是QQ好友 然后因为有这个借款的需要 所以说再去借贷宝上去注册 然后本来都是陌生之间 没有什么信用关系 我并不知道你实际情况怎么样 你的偿还能力 你的信用情况 所以说才会发生很多 那么我为了你能够真的还我钱 在我的手里拿到一些把柄 所以说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裸条的交易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已经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 六月份已经发生了 那么到现在事隔半年 又有大量的这种视频和照片被流出来 那么借贷宝要不要承担一些相关的责任呢 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对策 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或者做一个界分 就是借贷宝究竟在这样的一个裸条的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链条过程中 它是处于哪个环节 或者它发挥了一个什么作用 其实从借贷宝的它的一个运行的模式来看 它跟我们现在中国实际运营的2000多家 绝大多数的P2P平台是不一样的 它是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点对点的一个民间借贷的 一个区间的一个信息中介的一个服务 也就是它是比较符合我们在理论上最原始意义上 或者说最本源意义上的这样的一种 P2P平台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功能 那也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家比较特殊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比较特殊的一家P2P平台 所以它可以 它结果被这样的一个裸条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者利用了 来作为他们一个资金的一个通道 一个渠道 事实上我们知道 借贷宝它本身是没有社交功能的 而且在它的一个交易过程中 理论上来说是一方出借方是匿名的 所以裸条的一个完整的交易 它肯定不是通过借贷宝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全部的来进行的 它都是通过线下 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渠道 已经约定好了这样的一种交易方式 已经约定好了这样的一个利率的水平 然后只不过是通过借贷宝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完成最终的一个资金的交付 但是当然这个资金的出借方也当然他也希望利用借贷宝平台 所提供的一个预期债务的这样的一种催收服务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 让借贷宝成为了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样的一种裸条交易中的一个似乎的一个中心话题 但其实它本身并不提供这样的一个裸条交易的一个场景 它只不过是就好比我们就是有人去这个超市买了一把菜刀 结果他没有把这把菜刀拿去做菜 他只拿这把菜刀去行凶了 那这个借贷宝某种程度上就是超市里这把菜刀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事情肯定是跟借贷宝是绕不开的 对吧 那还有这个事件当中的很关键的就是这些女性的这些照片 那到底是怎样流出来的 在整个裸带的产业链当中呢 出现在照片或者视频当中的女性呢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 那么这些女性都是什么年龄段的 她们从事着什么样的行当 又为什么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呢 我们接着来看短片 实际遭泄漏的裸条包中共涉及167名女性 身份几乎涵盖国内的各个省份 年龄集中在17岁到23岁之间 而一些师范医学类专科学校成了重灾区 但记者多次尝试联系 均显示这些学生的电话已关机或是停机 涉事交易平台的借贷宝随后宣称 公司已经成立处置小组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时他们已经初步锁定了一批疑似裸条放贷者 对这些账号进行冻结 我当时看到之后确实我也非常非常同情 非常同情这些女孩子 我们也公司内部开会之后 采取了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措施 就是我们禁掉了22岁几下所有用户 无论男女他的借贷的权限 记者联系到了一位广东的放款人罗先生 他表示今年1月他试水互联网金融 注册为借贷宝用户 并每天向24个下限放款 最高的时候一天放出去80万元 罗先生所在的借贷群里 就曾有人向女大学生提供裸条业务 如果做这个女孩子走到做裸条的这个地步 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借贷宝上面 已经有那个即将到期的那个负载 然后因为借贷宝有一个高额的有期管理费 为了避免承担这个管理费 然后因为有负载又很难借 所以就只能选择做裸条 这边我看你接触到的都是放贷人 像有的这个用户 他一天最多可以放贷是80万 那么借钱的这些人有没有接触到呢 这个借款的人之前也有接触过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些借款的人 他们之所以会冒这样的风险 借这样的钱呢 一个方面是比如说它是消费类的 那么现在大学生里的很多女性呢 她确实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冲动 比如说有的女生 她特别希望有一个小小的整容 然后有的就是特别爱美 去化妆买那些比较高端 或者奢侈一点的化妆品 还有一些比如说想买电子产品 像苹果手机啊 那么除了这个消费类的之外 还有一些是做创业类的 她是在做生意 那么有的女生 她可能就没有想到后面 这一系列的陷阱 她最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觉得 那么我先借这么几千块钱 然后我这个货 我能进到手之后 我把这个货一旦能卖出去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还上 就不会出现 接下来一系列的事情 她可能最初的时候会相信 出借的人会把帮她保密 把这些裸照也好 视频也好 不会沉默出去 但是事实上我们接触到的 有一些借款的人 她们的裸照还有视频 都已经泄露出去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 一旦这些女孩子 跟这个借贷方借钱的话 她其实在个契约当中 就是说首先要掌握 她们的裸露的这些照片 或者视频 所以这个风险和主动权 就完全在对方了 其实即使是说 她还上了这笔钱 但对方仍然可以把 她的这些照片 就是公之于众嘛 她们当初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风险嘛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 你是说比如说 她是我们可以理解成 大学生她真的是天真 还是说她根本不在意 自己的这些裸照 还是视频呢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 一个意识 不觉得自己的这样一个 赤身裸体的这样一个视频 传播到外面之后 会感觉到羞耻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们的这个视频 如果说传 有的这个受借款的人嘛 她们的视频也已经被发到 发到了她自己的家长的手机上 所以说就是在南京 就是最近的时候 南京警方不是已经 破了一个案子吗 就是这样一个 裸条借款的女生 然后她的视频 还有照片被发到了 自己家长还有朋友的手机上 所以说现在已经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这样的女 这个女孩子她也是 心理负担压力特别的大 可能就会有自杀的倾向 什么的都有 那么你所了解的 现在公布出来的 167名女性 她全部都是在校大学生吗 是怎样一个情况 对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 这个167名全部是女性 但并不是所有的 都是女大学生 而且有 她最小的年龄是99年的 那么99年到现在 也不过是17岁 最大的有69年的 我们可想而知肯定不是大学生 而且从职业上来说 有的人可能是 做那个医院里面 药房里面的工作人员 也有的是在酒店里的前台 还有的是在公司里面 就是工厂 或者流水线上的工人 其实总是很多的 不能仅仅局限于女大学生 我觉得我们每次说裸条的时候 都把她跟女大学生来挂钩的话 对于女大学生这个群体 也是很不公平的 可能她如果打上女大学生这个标签 更容易吸引公众的眼球 但是无疑来讲 她们是做成功了 因为确实吸引了很多舆论的关注 那么坊间的舆论 多数都是指责裸带的女性 认为她们心智低下 缺乏常识 丧失羞耻感 不值得同情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连线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 是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 李军 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我想来了解一下您怎么来看待 现在从这个坊间 道德层面上对这些女性的谴责 我觉得这种谴责很没有意义 首先我觉得这些 算是滥用借贷 这个途径 这个女学生 她们跟男生 其实跟那些借贷的男生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也看到过男生因为高利贷自杀的那样的新闻 那基本上她们都是这样 就是说她们有比较旺盛的消费需求 但是没有足够的钱 然后她们又没有真心记录 所以正规的群属比较难融资 所以她们对借贷的风险认识不足 也可能就像刚才那位嘉宾说的 就是可能对自己的一些小生意的精英风险也是认识不足的 那确实可能是有部分的 其实刚才你们都讲过了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女大学生 她被她当成一个媒体消费的标签 但是这种标签其实也是 这些希望用性交易来剥削债务人的贷款者 喜欢用的市场推广的标签 所以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好像这些站在道德高地来谴责她们的人 实际上是在跟这些加害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因为其实你要说消费的话 就是说消费不是一个女生独有的问题 因为淘宝的那个数据有提到说 男性购买的行为里面 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是更高的 那你要说裸条她是以尊严换贷款的话 那实际上高利贷的吹款的手段 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羞辱跟骚扰 是剥夺人的尊严 所以其实所有的高地贷的债务人 她们都是在以尊严来换贷款的机会 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些女生有什么特殊性 她们被谴责得特别厉害 是因为社会对女性的争操看得特别重 认为裸露身体就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道德问题 所以那反过来呢 其实我们这种认识呢 它会让这些女生处于一个更加脆弱的境地 那她们可能就因为害怕这些照片的视频被放出来 她不得不去选择所谓的肉肠 我觉得对 这个社会的反应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记得早年 刘嘉玲她被黑社会拍的那个裸照 被周刊放出来之后 那香港的演艺界选择的方式是支持她 然后最后刘嘉玲自己也出来了 所以最后就是说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要针对的是 真正的这个做错了事情的人 违法犯罪的人 而不是那些女生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些女生出来发声 为自己维权 也没有办法对外求助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 出于守真的这样的一种道德观 她对就是谴责受害者这样的一边倒 那您怎么来看待裸带的本质呢 我觉得我们首先 我们应该把这个裸带的本质放在这个 放待人身上吧 就是他们把这么多人的那个裸照传到互联网上 那从法律上来讲 她涉嫌传播淫秽物品吧 还有就是她乱传别人的个人信息 然后她是侵犯这个就是公民的个人信息 然后打电话骚扰威胁 这些可能是涉嫌 就是治安法可能也会涉嫌就是敲诈勒索之类的 还有就是可能在对这些女生的行为上面 就是说可能是强奸罪或者是引诱 介绍卖淫 甚至是组织卖淫 那我们现在就很少讨论这些涉嫌违法犯罪的人 跟他们的行为 然后就不断地聚焦在这些女孩的身上进行 道德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对女性很不友善 那实际上放出一个 是10G吧 那个文件包 它涉嫌这么多罪名 那我们非常让人 怎么说呢 非常让人焦虑的 其实是我们很少听到受害者 他们公开发声 我们只能听到就是各种暗访 各种记者说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怎么回事 所有的人都是匿名 然后我们听不到他们的诉求 然后我们总是看到他们是被别人在讨论 所以呢 你说之前女大学生她被电话诈骗了 所有的人都觉得说这个加害人是有问题的 但是只要是受害的女性 在这个性道德上有一点点瑕疵 然后我们就看不到那个加害人了 所以 对 我觉得裸照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特别可怕呢 就是 我说了我们 我们这些所谓道德批评的人 她跟违法犯罪的人 她其实站在同一个链条上的 她其实就是 我们的关注 我们对这些裸照的关注 对这些女孩的批评 实际上我们就在他们的产业链当中 那因为女人的性 平面地被这种道德的规训 我们不是为男人需要这样 什么饿死是小 而世界是大 所以就是这样 女人的性就变得稀缺 然后让她那个市场的需求变得特别巨大 所以她很容易被商品化 对 正是因为 对 正是因为这个道德的性道德 针对女性的性道德存在 所以女性的性才可以被利用来作为资本增值的一个工具 你看男的长得再好看 她很难通过裸条来借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如果继续来进行这样的道德谴责 我们实际上就不断地在生产裸带 以及不断翻新的借由互联网 或者新的技术手段 或者新的那种 那种明目反多的创新 然后来进行这种剥削跟侵害的这些犯罪 好的 谢谢李老师 我相信刚才你们两位也听到了她的这个见解 那我们现在抛掉这个法律层面的这个职责 抛掉这个道德层面的职责 法律上可能会触及相关的哪些呢 这个黄教授跟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这个其实刚才也提到 就首先这样的一个以裸条为所谓担保和抵押的 这样的一种借贷 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其次这个资金的出界人 如果要拿这样的一个裸照来进行散布的话 这是可能会涉嫌这个治安违法 以及行事犯罪的 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已经是这个处于一个犯罪状况了 就是说据我所知警方也已经在这样的一个调查过程中了 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借贷保 因为说来说去还是绕不过它 拿着自己的裸照呢 可能有些女孩子会去求贷款 而放款人的手握裸照呢 裸条却收不回放出去的款 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的借贷保平台的空间 是难辞其咎呢还是无故躺枪呢 这家神奇的借贷平台为什么会独具朝黑的特质 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有网贷分析师认为 借贷保注册门槛低 对借款人的信息发布 还款能力等都缺乏严格的审核 今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明文规定 P2P网络借贷平台应守住法律底线和政策红线 落实信息中介性质 5月教育部和银监会就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 发布教育引导文件 从暴力催收裸条照片再到如今的不雅视频 近年来网贷平台频频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专家指出其中既暴露了互联网金融平台野蛮生长的乱象 也凸显出整个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缺位 令人担忧的是 据借贷宝方面介绍 该平台自2015年7月上线以来 注册用户总数高达1.3亿 若不多管旗下重拳监管 校园裸袋很可能正在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将更多的受害人拉入泥潭 那两位怎么看 这个借贷宝到底有没有责任 志明你先说 我觉得借贷宝是有部分的责任的 首先裸条的借贷这样一种交易 它为什么仅仅是盯着借贷宝这样一个平台不放 而是没有在国内有2000多家其他的P2P平台 没有在其他的P2P平台上进行最终的交易 我觉得这个是跟借贷宝平台 它这样一个游戏规则还有它的催收机制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为什么这些人的交易最后它走的是借贷宝的账 而不是走的其他的账呢 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的介绍来说 它是跟因为借贷宝平台有一个很强的催收体系 我如果说在这个平台上 借给即便是我不是很信任的人钱 我可能觉得它并没有很强的偿还能力 它并不是值得我非常的信任 但是我把钱借给它借贷宝可以去有强有力的催收体系 帮我催回来 那我就不会特别的担心 我就会选择借贷宝这样的平台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黄教授您怎么看呢 他有没有责任呢 我发现在我们现在最近讨论的裸条的这个事件中 有很多人躺枪 包括刚才讲的女大学生躺枪了 校园带躺枪了 那包括借贷宝平台在内的这个互联网金融也躺枪了 其实呢就好比我刚才的一个比喻 超市卖出去的刀 你可以拿这把刀来做菜 也可以拿这把刀来行凶 在一个互联网金融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在借贷宝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它每天发生无数的交易 如果你让它去审核每一笔交易 它是否是完全合法的 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瑕疵的 这就好比我们要求超市卖的它每一把刀 你都要去做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审核 就是你到底买我的刀去干什么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超市没法经营了 那这个互联网平台它也没有办法经营了 所以说对于一家平台来说 如果我们去要求它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审核 这个本身是跟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是不符合 这样的要求不符合的 而且事实上 刚才周记者讲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些裸条的交易 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目前我们现在存在的其他2000多家P2P平台 而选择借贷宝 那恰恰是因为 这其实反而是说明了借贷宝这个平台 是我们目前这个金融监管当局所要规范的这样的一个P2P市场中 它相对来说更加符合这样的一种监管标准的 因为它做的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基本上是在做一个信息中介的业务 它不像其他的P2P平台是在做信用业务 在平台上面拉存款 卖理财产品 卖证券化产品 那些P2P平台 2000多家P2P平台 它自然没有办法被裸条的交易者 裸带的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所利用 但是借贷宝平台 这恰恰因为它相对来说 在金融监管上有一定的规范性 所以它被这样的一种裸带的一个交易者 来利用来作为了一个平台 它就成了那把超市卖出去的菜刀了 那么按照您的说法 实际上在全国2000多家这样的一个P2P平台上 借贷宝是最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的案 是相对是比较符合的 相对其他2000多家 它是这样的一个符合的一个程度是很高的 但是借贷宝在整个采访调查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发现 尽管是它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 甚至它的这个规格还是比较高的 但可能还会有一些漏洞和问题 那么你发现的这些漏洞是什么 它是非常符合 就像黄教授刚刚讲到的 它是非常符合现在国家相关部门 对于P2P平台的这样一个整合的方向 比如说它就是要做单纯的信息中介 但是如果做单纯的信息中介的话 它就是需要这些出借人跟借款方 它都要有一个非常高度自律的这样一个意识 如果说大家没有这样一个高度自律的意识 那么就需要一个社会征兴的体系 有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社会征兴体系 我在借给陌生人钱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跟考量 它是否能够还这个钱 但是现在这个信息平台 它的现在的搭建是非常的超前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信用的体系 还没有建设起来 所以说这个P2P这样的信息中介平台 现在反而比较容易出现 很多就真正的事情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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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